最後一位提到的所謂的公平交易法 它事實上就是在規範 當你自由經濟資本主義一直發揮 你達到後來大者恆大小者恆小會被欺負 我覺得像自由貿易也是應該也是要受到規範 否則的話農工部門老是都是一個受害者 事實上在這整個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了解說在這種自由經濟 還有市場機制本身來講的話 它是必須要套其他的力量來加以規範的 那我們本來是說依靠建會可以拿我們做什麼工作 可是我們知道現在的政治 事實上它是被政黨政治人物 還有很多的商人或者很多的利益團體 他們來綁架來達到他們個人 或者他們政黨之間的利益 事實上它並不是那麼在意 整個市場是不是公平 你可以相對的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 我們知道就是說我們本來還講說是不是能夠透過這個 好吧那你政府沒有辦法這樣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民主用投票來表決 可是你看台灣很像它只要照顧某些少數的族群 例如說軍公教或是某些的特定的某些族群 它就能夠拿到這些選票你還沒辦法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遇到這樣的整個的這種的機制上面來講的話 我想我也是呼應一下楊先生說的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樣的 是不是應該 我請說我們是不是應該革命從新開始 就這樣 OK 謝謝 好謝謝 下面是台灣人民楊主婦先生 各位貴賓大家好 我覺得新世紀的這個市場經濟應該改變這個內涵性的思維 就是說它的動能要由消費者 消費行為來做主動性的控制 不能被傳統的政治力量跟傳統的經濟動能所控制 就是說新世紀的經濟行為可以制衡傳統的政治行為 為人類找出一個更有活力的新市場機制 在這樣的一個思維下 就是說全球化的WTO 不能道的商品 我們要發展這個文化思維來抵制 所以將在這個新世紀中出現一個這個新意料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我們台灣要推動全球的消費行為三劇運動 第一個 季節出賣人民的掙錢 第二個 季不能道的商品 第三個 季不能道的企業 這樣在整個這個消費行為的抵制 這一個新的力量的抬頭 多數人還沒有覺醒 那整個政府的角色的機能 將來他的行政權也可以被這個市場化 來把它解過他的這個行政權 就是說不被一個人的意志 來完全背離民意之下 還可以跟這個民意對干 然後他透過整個金錢控制整個國會 讓整個國會的運作在整個法制下 完全喪失 那也完全喪失整個那個經濟的市場機能 謝謝 好 謝謝 下面黃子榮小姐 木價上漲或油價上漲的問題 在總體經濟有四個要素 可能是原料 貨幣大量發行 大環境的問題 還有供給需求的原因 但是 所以不能一昧動漲 但是馬政府他自己動漲應先道歉 因為作為一個市場繼續擾亂者 經濟主要目的除了獲利之外 主要目的還有民生啊 應該有整體考量對民生的衝擊 而非擴大壟斷事業的權力不對等 且國際原有政戰下跌 如此沒有理由忽略政府保護性開創性管理性的角色 政府就是作為廣集民意 民眾發聲表達的管道 應該作為民眾發聲表達的管道之後 再綜合評量做出政策 而且經濟是有人的主體所構成的活動 所以保有操作空間 所以 自由並不是人格上的置路 社會上的多元也不是犯人犯罪 所以 經濟也應該如此 過於自由將吞涉家庭價值 人性尊嚴 所以 我們應該有一句話說 講好人是姑喜養姦 真好人是明辨是非 謝謝 好 謝謝 下面是劉國榮副執任 主席 各位前輩 大家好 其實我們都知道 錯誤的政策比貪圖還可怕 所以說我們現在要如何去挽回一個人的錯誤 然後產生台灣沒有辦法挽回的一個後果 那事實上在這裡就教於各位前輩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在政府的事務官體系 要如何去建權來架構 那真的能夠把政府的功能跟市場的機制能夠結合起來 第二點 其實我們今天討論到的自由經濟 我相信是給大經濟體說的 那台灣如何成為虛擬的大經濟體 那如何去達到這個這個目標 這是第二點 那中國既然提出平坦特區 平坦特區 那我們台灣就小的方面可不可能 其實就好像阿扁那時候也有提出的 海空港的境外虛擬特區 那這樣的話可能就會呼應到我們高理事長剛講的 外勞薪資問題 那我們產業也能夠扎根在台灣產地 那再來最後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 阿扁在做總統那時候 我們台灣 都有國家政策發展的會議 結果現在執政者都沒有 我們如何去push他來開國事會議 或者是他不開的話也不要緊 我們能不能零記所有的產官學 我們自己應該每年來開 尤其是全世界的變化 那麼快 那麼的巨大 那我們如果每年都有的話 那我們至少我們的政策制定 我們的影子政府都會非常扎實的扎根 那至少在我們再度 政黨輪替的時候 大家的方寸才不會亂掉 也才能夠穩定 這是我就教各位的 謝謝 好 謝謝 所有的發言都已經完畢了 我們下面就請林教授來 跟兩位余談人來回應 謝謝各位的執政 我後遺量多 那基本上其實我們不太可能在20分鐘的時間裡面 對這個市場的機制跟政府角色做蠻深入的一個討論 所以基本上其實我要傳達的一些訊息 第一點就是說反權威的一個概念 基本上我們應該蠻實事求是去問 一個人到底做了什麼的主張一件事情到底如何 蠻踏實的苦幹實幹去瞭解他 而不要因為他是一個這個諾貝爾獎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學者 或者如何呢 就覺得這個主張具有權威性是對的 那因為細節上我其實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說 經濟學模型的一些的基本的哲學跟一些特點 所以即使是諾貝爾的經濟學獎 其實有一些可能是非常荒謬的 但是我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說說不定 諾貝爾獎給經濟學是新設的 後來設的一個 不是原來這個諾貝爾提供的一個獎金 是後來這個挪威所提供的一個獎金 那說不定設立的這個獎項 就製造了非常多的這個光彩跟權威 這個權威就製造了很多的權力 權力又製造了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就會更新手化這個體系的一個風氣跟運作方式 那台灣的經濟學界其實呈現了也蠻深刻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做了好的 所謂好的 發表好的 然後就得到權力 就進一步建立了遊戲規則 進一步深化了某一些的一個基本的一個觀點 那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很提防 如何訓練下一代的經濟學者跟如何教育下一代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我其實沒有辦法在這邊做蠻深入的一個說明 那所以我們另外一個觀點就是 實施求是之下我們也要不要膚淺 所以很多問題我們就必須要想得更深刻 到底是為什麼會如此 比如說外勞的問題之所以出現 到底是為什麼 可能進一步的問題事實上是台灣的發展階段 已經工資比較高了 那工資比較高呢 當然其中我面對一個問題是一個晚發展的中國 對當前的台灣跟很多世界都是蠻不幸的一個問題 傷人的機會 但是是不少人的一個悲哀 這個細節因為時間的因素沒有辦法討論 所以對外勞的政策該如何呢 我的態度還是可能得搞清楚 為什麼它會這樣定 它這個遊戲規則誰定的 那之後遊戲規則背後到底誰得利誰吃虧 我們必須不斷地問下去 才會找到問題的一個根源 或者是吵這個到底是不是高啦或者是低啦 這樣的一個問題的形式 其實是會蠻麻煩的 那怎麼樣可能可以給用市場力量給政府一個懲罰呢 我們知道市場經濟基本的一個精神是金錢投票 那民主政治是對應性的 是用投票 就是屬人投了一個投票形式 但是這兩種的運作機制 其實都是在某些遊戲規則之下所決定的 這個遊戲規則其實都是政治過程所決定的 那所以即使市場力量在市場面它做錯了 正是在政治面的遊戲規則對它有利 誰在定遊戲規則他在定 那它其實你如果看我的結論裡面有一句話 強調了一個觀點就是說 或許經濟學家應該去尋找更好的經濟理論 那從這樣的人應該尋找更好的經濟政策 但是這兩者你都要更好的人才 問題你要更好的人才呢 你要好的制度 問題是 定制度的人呢 必須要有這個無私有同理心 也要有願意跟對手做公平競爭的這個素養 很明顯我們現在沒有 所以強者很強 他利用了一切的手段 不願意跟你從事公平競爭 那台灣社會或者我們的民族個性 或者某一些的特色 其實我們陷入這樣的一個困境裡面 這困境要打破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這一方面也是我們可以共同努力的一些的地方 那因為時間上的一些的因素有很多的問題 我覺得沒有辦法在這邊做回應 定期召開我們的國事會議 來凝聚我們的願景 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將來我們要推動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今天選了一個領導人出來 那很重要是請他來治國 那不是說強調個人 只強調個人省水省電等等 那當一個這方面的達人 他可能更重要是說他必須要有能力去治國 這是一個領導人很重要的責任 第三個就是執行力 就是說我們到底能夠把在這個願景 跟他提出的這個政策 他有沒有一個執行的能力 這個我想這是我們現在可能要再去進一步 我們可能再去努力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是說 現在其實剛剛我們這個林前這個研考會主委提到 其實我們現在在全球的政治經濟裡面 國家跟市場緊密的結合 剛剛有先進提到緊密的結合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我們看到的即使像 像這個歐美的一些跨國企業 他在這個國際市場上他也不是單打獨鬥 其實他也是挾著龐大的國家的後盾 作為一個包括外交上的積極的全方位的布局 包括國家在利用這種各項的條約 各項的區域整合等等去做一個緊密的整合 所以我剛剛特別強調說 從林教授的這個提醒 就是說自由經濟不是一個不作為的藉口 就是說人民給你全力是希望你能夠做事 希望你能夠解決百姓所要求的問題 希望你回應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將來可能要考試考方向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包括剛剛講台商的這個受害的問題 這裡面到底我們政府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他怎麼樣跟我們市場的力量相輔相成 這可能是將來我們要去促進的 以上謝謝 好 謝謝蔡教授 謝謝各位先進的這個提問 首先我想針對那個高理事長所提出的東西 做一些回應 這個高理事長提到所謂的外勞 要跟這個最低工資鬆 那如果就市場這個機制來講 其實不應該會有這個所謂的最低工資 就這個市場機制來講 那為什麼要有最低工資 因為廠商的力量可能比勞工來的大 所以我們就有必要去保護這個勞工 好 那我們提到所謂要跟外勞鬆綁 講的就是說 既然如果要用市場機制 那我就把外勞跟本勞勞鬆綁 那這個外勞就是領低的薪水嘛 但是要想一個問題 第一個 就廠商來講 你繼續 早上我們台海講到 台灣目前面臨最大的困境就是什麼 就是 逐這個低工資而居 就是我的遊牧都遊牧在 看哪裡有工資低 我就往那裡跑 那我從中國跑到柬埔寨去 然後呢 那一樣的問題 我把最低工資讓他跟我們外勞的工資鬆綁了 那然後呢 你覺得台灣的廠商就可以起來嗎 當然這是一個大家可以討論的問題 就是你到底你鬆綁最低工資 你是要讓廠商 其實大部分出來講話的廠商 都是希望政府給他們一個更低工資的環境 讓我給你更低工資的環境 就像我以前給你那麼多的補貼 那你有幫台灣帶來什麼 那第二個就是 站在勞工的角度來講 現在我開放外勞進來 我讓他跟最低工資綁在一起 我們台灣的事業都這麼嚴重了 如果你讓這個最低工資跟外勞又分開的話 那我很難想像台灣到最後會怎麼樣 現場很少年薪朋友 但是各位很多的小孩可能大學畢業 他們現在都找不到工作 或者甚至很難找工作 找到工作的薪水也很低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這個我回應高理市長的這個問題 那接下來呢 另外一個就是關於這個 所謂這個市場機制 可不可以制裁我們的政府 那我覺得啦 其實市場機制某種程度 他有在反應政府講的是錯的 比如說ECFA提到的時候 政府喊很大聲 有一點我只要舉一點就好 鮭魚返鄉 鮭魚在哪裡 鮭魚全部都被中國抓起來了 對不對 鮭魚返鄉 鮭魚返鄉他講的就是說 我們簽了ECFA以後 我們的關稅會降低 所以我們就吸引很多的廠商回來 市場機制就是告訴你不會 因為 為什麼我在一個大市場的環境 我現在賣到台灣可以賣更低的價格 我不需要再付關稅 我為什麼要移回台灣 再一個比較小的市場 再把我的東西賣到大市場去 我會不是吃飽沒事幹 我如果是信用凱恩士的經濟學 我可能就每天這樣做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市場機制 其實某種程度 他是有針對政府 去這個打擊政府的 所以我倒覺得要去制裁政府 那個教訓政府 可能需要憲洪大哥 在這個節目上面多多宣傳說 像比如像鮭魚返鄉這樣的政策 其實就是市場機制 是在告訴政府說 你這樣做 你這樣告訴人民是錯的 OK 這是我的另外一點回應 還有一個關於平科大老師 跟那個劉國榮 這個先生他們所提出來的 講到所謂的這個大經濟體 跟自由貿易的問題 我想其實為什麼 我們經濟學者 有一些人會 我覺得經濟學有時候他是被 經濟學被誤用 造成人家對經濟學者的誤解 經濟學告訴你 在某些情況下 自由貿易可能是好的 但是大家要想想看 當我們開放市場的時候 我們的市場 絕對不是只有在台灣 我們面對的市場 面對的競爭對手 也不是只有我們台灣 自己本土廠商 如果他自己聽到 這個禮物 它很感動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